我们常说 乾堂之圣在西湖 西湖之旗在孤山 今天的这个西湖孤山 已经是一个世生繁华的风景圣地 但在北宋时期 孤山还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 这里呢远离杭州市区 是人机汉制 所以林河靖就决定选择在孤山隐居 他在这里种煤 栽竹 养鹤 打鱼 劳作的空鱼事件呢 还专注于书画诗词的创作 这林河靖终身未娶 他就以煤为漆 一鹤为子 所以人又称他为煤漆鹤子 林河靖二十年不到城市 远离人间烟火 他的诗也是写得越来越清奇俊雅 最为代表的诗歌 那就是《山源小梅》 这首诗中啊 书银横写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把梅花的高洁和典雅 那描写得淋漓尽致 这句诗也被誉为是永梅的千古绝唱 也是从林河靖开始 暗香和书影也就成了梅花的代称了 北宋时期 林河靖的人格修为 诗词文章 都达到了超凡脱俗的程度 在当时就被人们广泛赞誉 可以说成为了那个时期的超级网红 一代名臣范仲淹 也十分亲目林河靖的风骨和人品 评价他呢 风俗因君寇 文章道老纯 他还曾多次到孤山去拜访 尊称林河靖为山中宰相 在天生六年 公元1028年 62岁的林河靖 在西湖孤山离世 林河靖一生不求文达 他带着一身梅香飘然而去 只留下满山的傲骨红梅 还有两只孤苦伶仃的仙客 在他的坟墓前挨鸣 林河靖去世九年后 一个男童在四川梅州诞生了 那他就是后来的大文豪苏东坡 苏东坡敬重林河靖 尤其喜爱梅花 他一生就做了很多首 引诵梅花的诗词 与前人不同的是 苏东坡给梅花赋予生命 更赋予他人的品格 在他的笔下 梅花已不是植物 已变成了傲骨铮铮的君子 和不畏严寒的斗士 后来苏东坡还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之上 首先提出了梅格这么一个说法 还给那梅花注入了灵魂 那么苏东坡为什么如此热爱梅花呢 这和他坎坷不平的人生遭遇 以及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有着重要的关系 原封三年 公元1080年的大年初一 北宋首都汴京 家家户户 张灯皆财 鞭炮齐鸣 大家正沉浸在这个浓浓的节日气氛里 苏东坡却因为舞台失案 被关了130天 刚刚从监狱给放了出来 宋深宗虽然赦免了东坡的死罪 但是却把他贬值到偏僻遥远的黄州 而且命令不得在汴京停留 要立刻启程 我们今天知道 舞台失案是苏东坡人生旅途上 遭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政治理想破灭 更让他自责的是呢 因为舞台失案 包括司马光 张芳萍 王拱 等众多的室友都受到牵连 黄州山高路远 这苏东坡又是戴罪之身 在这个差役的监督下 就立刻启程了 他这一路上顶峰冒雪 吃尽了苦头 旅途虽然枯燥 但是呢 却留给了苏东坡大把的时间 让他可以静下心来 仔细思考 检讨人生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自己几乎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啊 他百思不得其解 深深地陷入了痛苦之中 苏东坡一行啊 来到了湖北麻城的春风岭 当时天上飘着雨雪 天气呢 十分阴冷 突然 就在苏东坡的正前方 一株正在盛开的梅花 闪在眼前 在这个荒郊野岭 那梅花忍受着风雪的摧残 竟然开得如此娇艳 苏东坡是 处景生情啊 他有梅花 马上联想到自己的遭遇 百感交集之下 随口引出梅花二手 其中一首 他是这样写的 春来幽谷水颤颤 抵立梅花草鸡间 一夜东风吹时烈 伴随飞雪渡关山 在这首诗中啊 苏东坡赞美梅花是超凡脱俗 远离尘世喧嚣 顶峰冒雪毅然开放 这个底力啊 是鲜艳明亮的意思 是说呢 一朵朵亮丽的梅花 在杂草荆棘丛中啊 热烈地开放 显得是那样的骨骼清奇 灼然不群 接着呢 诗人有梅花 又联想到自身的境况 那自己以身报国 可是却得不到朝廷的赏识 更不用说重用了 就像眼前的这一束梅花 是空怀着满腔的抱负 却不知道关山何处 那只能够是寂寞地自开自落 这首诗表面上是写梅花 其实呢 是东坡赞感慨自己的不幸遭遇 虽然遭受小人的陷害 但绝不于世俗 同流合污 要像圣洁的梅花一样 傲然绽放 安静地等待着春天的降临 苏氏啊 在这个二月初一这一天啊 是来到了黄州 二月十日 他乘着九姓啊 就挥笔用狂草 写下了上面这首永梅诗 诗写好八十八年后啊 也就是在南宋的前刀四年 公元1168年 成都之府汪映辰将陆续收集到的苏东坡的墨迹 一共有三十卷 在成都的西楼 卷刻成碑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楼帖 这批石刻全部毁于战火 所以今天能够看到的流传下来的西楼帖踏片 那都是国宝一级的文物 值得庆幸的是 今天幸存的西楼帖中 它就有苏东坡所写的这首梅花诗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件踏片 我们看前两行起笔的时候 非常平稳 还是行书的笔意 当写到这个剑字的时候 东坡已经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他的情绪就开始跌宕起伏 行笔也变得狂放起来 尤其是写到这个飞雪渡关山 这最后五个字 他的情绪那是近乎失控 在这个酣畅林立中 显示出高超的用笔技巧 苏东坡他这一生很少写草书 他说无背后能做大草 不过遗憾的是 这件狂草的真迹早已经不知道去向 梅花石帖的踏片 也就成了苏东坡唯一传世的狂草作品 这件作品对研究东坡的书法演变 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 原封四年 苏东坡来到黄州的第二年 又是正月二十日 他去齐庭送朋友 突然想起一年前 那一说盛开的梅花 给自己带来的心灵震撼 他又欣然写下一首诗 来舒怀 十日春寒不出门 不知江流已摇村 少闻决绝流冰谷 尽放清清 莫烧痕 树母荒原 留我住 半瓶浊酒 带君温 去年今日 观山路 细雨 梅花 正断魂 这个诗大开头四句啊 他写的是 黄州早春的景色 经过了一年多的自我疗伤 那东坡慢慢的 也就从这个 乌台湿岸的阴影中 走了出来 树母荒原留我住 那说的是 在好友 马梦德的帮助下 太守许大硕 把黄州城 东坡上的一块 废弃的军营地 拨给了苏氏耕种 因为土地在这个城门外的东坡上 所以苏氏呢 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号 叫东坡居士 也就是从1081年开始 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逐渐代替苏氏 开始为中国文学史 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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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